2018年第一季工商鋪市場氣氛刺熱 錄得多宗棕木大額成交 合共約83宗羽翼然成交 涉及金額大約403億元 對比去年同期分別上升約36%以及1.5倍 自特首林鄭月娥提出計劃 重啟活化工廈政策後 傳動工廈成為市場焦點 投資者及發展商紛紛扣入 具重建活化潛力的物業 市場焦點集中在工廈傳動物業上 大紅輝積資約12.9億元 扣入全灣黃子工業大廈傳動 總流面面積約28.4萬平方尺 平均尺價約4529元 新買家大紅輝表示 打算以約3億元為物業作翻新後出租 並會暫時保留其工業用途 遺傳區傳動成交方面 興成創建宣布以約7.2億元 扣入全灣打磚平街57至61號中央工業大廈 成交尺價約3038元 該項目早前已入址申請活化大廈作商業用途 可重建成酒店或辦公室 料會受惠於活化政策重啟 另外,第一集團購入全灣大沖道18至20號 成交價約6億元 物業地盤面積約1.8萬平方尺 地積比率9.5倍 預計可見樓面面積約17.27萬平方尺 第一集團表示,計劃項目將興建成一棟甲級商下 商下市場方面,走勢營建強勁 指標商下連番逆手,其中不乏赤價創新高個案 中環為核心中之核心,為投資者入市首選區域 中區指標商下獲追捧 中環王號大道中9號及美國銀行中心 分別錄得成交 美國銀行中心19樓08至097 以約1.052億元逆手 平均尺價約4萬元 令金鐘走勢最為零例 資深投資者永光地產以5.68億元 扣入遠東金融中心29樓全層 平均尺價約5.26萬元 資深全港十大分層雙下成交尺價第二位 而金鐘力保中心交投瓶營 最新成交為二座26樓一個雙年單位 成交尺價約3.9萬元 成為大廈尺價新指標 商鋪方面 第一季焦點落於資深投資者楊粉斌身上 楊氏大手扣入數十個商鋪物業 分佈於各個區域的民生消費區 如全灣中安街13-19號碎身樓地下 A及B號鋪 面積約2,072平方尺 以約1.42億元扣入 商信陽粉斌效應 刺激到更多投資者接力 商鋪市場於第二季 將百花齊放 由民生消費區延續至核心區 展望第二季 政府即將公佈有關重啟活化的具體資料 相信對公下市場將會帶來正面的幫助 推動更多資金入市 而核心區寫字樓空置率長期偏低 支持其赤價繼續穩步上揚 前景亮麗 另一方面 零售數據理想 利好鋪市表現 商鋪租金存定 支持商鋪買賣交投 整體工商鋪市場 投資潛力看好 租賣成交將可進一步增加